大家晚上好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河南卫视为您现场直播的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欢迎大家的光临 亲爱的朋友们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盛夏之夜 2019武林峰搏击世界杯 将正式开启BC两个小组的首轮较量 如果说我们的武林峰搏击世界杯 小组赛充满了悬念 那今天晚上中国队长傅高峰 与美国高人威廉乔佩的二番战 则会让大家浮想联翩 场上裁判李锐比赛现在开始 有你往一摩吗 有你往一摩 没有 有你往一摩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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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峰 欢迎您的准时守候 我是韩燕 和我今天一起为大家解说比赛的是资深赛事评论员 蔡志贤先生 大家好 我是蔡志贤 我们首先看到的这是一场 2019搏击世界杯的后备战 是 红方选手是来自新辉搏击的潘家运 蓝方选手来自罗马尼亚的马克西姆 这两位后备战如果在67或70公斤里面是比较小个的 但是他们都很能打 很能扛 是 尤其是马克西姆 身高是1米68 但是他是我们武林峰63公斤级世界功夫之王 那他已经一年没回到武林峰擂台了 上一场是对阵王鹏飞最后逆转获胜 能打赢王鹏飞不简单 他自己很满意 他就是双臂当作盾牌往前冲 看来目前这个双臂也是真的是仅仅像个盾牌一样 对 潘家运是我们武林峰的这个后起之秀 前面的几场比赛都非常的精彩 他的一个杀手锏就是转身后登 对的 已经用这招KO过对手 六个 今天双方都非常猛 对 那这个说一下这个马克西姆今天带的边角是一个重量级的边角 他过去就是带那位212公分巨神兵的边角教练 蛮有名的 然后马克西姆 他也有一个这个重要的绝技 就是影响裁判 他很会那个又在那边影响裁判了 刚刚讲到这一些 是 他会抗议 在游场比赛啊 他抗议裁判说 我被踢当了 结果裁判不管他 给他赌秒 所以有时候要踩这个马克西姆的这个比赛 也要演名手快 看他真的被踢当 还假的被踢当 我们再看到场上来 潘家运 潘家运他自己外号是小丑 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很悲情 因为他创下那个十秒转身后登的KO记录啊 被大家嘲笑 被大家骂 因为大家认为他是偷袭 不过这个师傅魏宁会帮他讲话了 因为是碰拳套之后的攻击 应该是没问题的 对 好 今天回到场上来 在第一回合两方都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对 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了 这是我们的潘家运的转身后登 能不能登穿 被躲过 这个潘家运也是不简单了 他是从十一岁 父母就送他去少林寺习武 他一路就咬紧牙关 才有机会到这个武林峰的擂台上面来 这个暴力一推 这个神力 好 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 这是我们搏击世界杯的后备战 之所以会有这个后备战 是因为16人的循环赛制 这个对抗的强度非常的大 为了避免运动员因为受伤退赛给各个小组带来的影响 我们有了这个后备战 这个马克西摩相当主动 好 大家在观看比赛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 更多精美礼品现金红包等你来抢 这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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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的比赛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在第一回合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高水平的对决 在马克希姆呢在武林峰是目前八连胜 然后呢这个潘家运用转身后登KO了六个对手 所以今天看谁厉害了 看谁能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你看这低砍踢中扫踢都是很重的 那两个人的体力储备相当的充分 马克希姆就是喜欢微笑 好上钩拳 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还没有到这个伊迪阿斯布莱德那么快 在上一场比赛呢就是由这个潘家运的师傅小胖威尼辉对上这个伊迪阿斯布莱特嘛 他说当时其实对手也没那么快 那只是说他身体的威尼辉的身体出现问题啊 第二回合就是被打到就很痛 那受不了就倒了 好 再回到场上来 潘家运走 好推开 是 潘家运的一绝就是用肩膀抖一抖对手会被你抖开了 在上一场比赛对上泰国高手啊也是用肩膀把对手抖开的 对手抖开了 好 为什么这么能扛,他说应该是天生法,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说如果不能扛的话,他就不适合来打搏击了。 走! 继续,不错,上钩拳。 可是马克希姆的还击很快啊。 对。 潘家运在打的同时,也有给自己打节奏。 潘老师发现自带音效。 这个是不做了。 从平常训练到这个习惯,碰碰碰。 转身后灯。 西法跟拳法的对决。 潘家运此刻兴奋起来了。 潘家运目前的神力还在。 可以把对手推开。 。 话说这个马克希姆啊,这个从2005年练拳到性呢,他说他没有见证过。 所以能维持相当好的表现。 最后的十秒。 对。 這個雙方運動員都不簡單 又被退倒了 這個潘家運真的是天生神力 厲害了 好 第三回合 兩個人都特兇的 要打進我們伯基斯鐵盃就有這種體能的水平 對 這雙方進攻都不停止的 又要抗議了 沒事 抗議天王來了 其實馬克希姆鼻子受傷了 待會他會做更多的抗議 這也是他的經驗 對 潘家運今天太厲害了 但是馬克希姆在67這個級別 我覺得他沒有太大的優勢 可能在63的話更適合他一些 是 好 雙方批選 注意 還好這個潘家運也很頑強 兩開始拳擊賽 近身的短勾拳相當漂亮 這個馬克希姆還可以吐舌頭 這個馬克希姆還可以吐舌頭 裁判被警告了 這個飛錫好像又中了 好 今天 這個潘家運 已經打穿馬克希姆的盾牌了 再來 好 又壓制 這個壓制是沒有分的啦 但是觀眾看得過癮 場面上好看 對 我力量比你大 對 好 兩根勾拳的交換 上勾拳跟平勾 來襲擊 哇 高密度的輸出啊 我們看到我們這個拍照的攝影師的大哥 那個快門都不停的 對 潘家運今天體能儲備也非常的好 是 好 到最後了 剩下48秒 還要加油 因為這個馬克希姆還在笑 走 走 放 要注意喔 我們的潘家運的這個眉骨好像也受傷了 因為雙方的近身 頭碰頭 對 碰了太多次了 糟糕這個傷口越來越大了 要注意 因為兩個短兵相接跟這個鬥牛一樣 這個 頭碰得太兇了 好 好 十秒 堅持 堅持 加油 還有 走 這要看打分啊 太激烈了 是 很近的距離之內啊 短勾拳上勾拳奧巴克 再来两个人都转身后摆拳 中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29比28 2号裁判 29比28 3号裁判 29比28 比赛结果 红方上 祝贺潘家运 感谢马克西姆 好 再次祝贺 感谢颁奖家闭 谢谢 再次感谢两位 应该说首场比赛 非常非常之精彩 这场比赛 潘家运有如神助 完全不把他面前的 这位63公斤级 世界功夫之王当回事 刚才的这场比赛 其实我们看到了 我们63公斤级 世界功夫之王 马克西姆 63升上来 其实这是一种勇气 我们刚才的潘家运 在擂台上的这种历练 这种成长 我们看到了他的进步 掌声送给两位 好吗 潘家运 他曾经战胜过 当今世界排名第一的 泰拳天王七体赛 来 我们张 红方选手来自北京 格斗元素俱乐部 因为普通通赛前 意外的受伤退出了比赛 他作为替补登场 这也是他第二次走上 武力风搏击世界杯的擂台 根据他的意志品质 我相信他会是一个 全新的亮相 来 掌声有请 中国刘燕宁 场上裁判马涛 比赛现在开始 好的观众朋友 现在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武林峰 从上个月的直播开始 2019年 搏击世界杯就拉开了战幕了 而今天我们要直播的内容当中呢 是B组和C组的小组循环赛 我们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B组小组赛的第一轮的比赛 红方选手是来自北京格斗元素的刘亚宁 蓝方选手是来自法国的第一轮塞尔瓦多 是 这个塞尔瓦多啊 他生涯已经打过85场比赛了 赚了钱 从18岁开始赚钱 就是存钱去买篮球鞋 名款的篮球鞋 一房间都是啊 是一个厉害的收藏家 刘亚宁是从去年开始 参加我们去年的搏击世界杯开始 被武林峰的观众所熟知的 也是从去年开始 他开始了转型自由搏击 当这个刘亚宁啊 被这个萨尔瓦多的一个机重拳 直接打中命门 要注意一下 这个萨尔瓦多的拳是很恐怖的 当初西医塞跟他打 就是没有限制住这个敌人萨尔瓦多的拳 所以输了比赛 那拨球跟他打就很精明了 双手一直夹住我们的萨尔瓦多 让他不敢出拳 还有这个萨尔瓦多的这个西法也很强 所以我们的刘亚宁要特别注意 对 那我们在这个 在我们林峰有70公斤级的金销代得主 这个穆瑟夫 独歇穆瑟夫 敌伦也是曾经战胜过这个穆瑟夫 所以是非常厉害的 对 我们的小组循环赛呢 是采取这个积分制 每一场比赛剩的话是集三分 副的话集一分 哦 刘亚宁被顶到个大腿 要注意一下敌人的拳点很准 而且他力量比过去大 因为他现在已经转型MMA了 现在很多战力的高手像哈桑托伊啊 布莱德啊 还有这个今天的迪伦萨尔瓦多 都转型到这个MMA的领域了 这个顶大腿就是MMA常做的动作 目前迪伦萨尔瓦多一半时间在美国 好 再回到场上刘亚宁 刘亚宁 刘亚宁之前的巴西教练啊 菲利普已经走了 所以目前刘亚宁是没有教练的状态 迪伦萨尔瓦多在B组当中 是比较被看好的一位运动员 大家都觉得他这个实力很强 名气也很大 曾经在全球排名第九 尤其能够打败西里猜啊 这是相当强的 对 西里猜的实力相信我们武林峰的观众也已经看到了 是 我们不用多介绍了 是 好 还有十秒 好 这个两个全法的分量啊 看起来就是迪伦萨尔瓦多占了上风 对 好 哇 迪伦萨尔瓦多这个飘逸的长发 是 很具有这个法国人的浪漫的气氛 符合他贵公子的形象 哇 那蔡老师觉得今天刘亚宁打得怎么样 呃 很辛苦 因为他没办法限制萨尔瓦多的拳 那萨尔瓦多的拳呢 表现得非常的准而重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其实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于迪伦来讲 可能是有点运气不佳吧 是 因为他这一次降重有些问题 他现在超重 对 那么在按照我们的这个 搏击世界杯循环赛的规则当中呢 这场比赛 他如果不KO或者是TKO刘亚宁的话 他就是输了 是 嗯 但是呢今天这个迪伦的群非常的猛 哦 哦 哦 刘亚宁 哦 哎呦 有一个效果 刘亚宁过去他的弱点就是肋骨 曾经被这个像阿桑拓一啊 还有我们之前的这个泰国的选手都给这个踢到肋骨 那最近刘亚宁肋骨的伤都好了也加强了抗击打的训练 那这个萨瓦多拳很重 那这个萨瓦多拳很重 不过呢 小心 哎呦 哦 我刚说很重 哦 原来您竟然把对手给打晕了 四 四 哇给对手了一个强奴 是 那过去的学费没白交 他说在菲利普的指导之下 他拳法有进步了 我们搏击世界杯的这个规则呢 在循环赛当中一局比赛 一方运动员被强赌两次 盼对方运动员获胜 走 太漂亮了 哦 哇 哇又有 哇表现太精彩了 这个有点出乎观众的预料之外 那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刘亚宁获胜 他可以积三分 而迪伦萨尔瓦多呢可以积一分 所以今天这个迪伦真的是不在状态 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 就是循环赛当中 一方运动员在一局比赛当中被强赌两次的话 就判另外一方运动员获胜 好恭喜刘亚宁一战成迷 就能战胜了迪伦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刘亚宁的信心能增加很多 而且用拳法解决她 对 再看一下中了 刘亚宁盯着她 上钩 而且刘亚宁也有点晃啊 但是奋力一级 有效果了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 一分五十秒 红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TKO 祝贺刘亚宁 获得了首场胜利 好也感谢萨尔瓦多 这场比赛下来 刘亚宁 击到了三分 萨尔瓦多 击到了一分 其实刚才的这场比赛呢 萨尔瓦多赛前是超重 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如果在场上没有KO 刘亚宁 他是不可能获胜的 结果 结果 这样的一个大反转哈 刘亚宁反而TKO了对手 再次掌声送给两位 好观众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 国脉凤香荣耀神州西凤九珍藏版 独家冠名 河南卫视为您现场直播的武林峰 环球世界杯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波及世界杯 B组小组赛的另外一场比赛 应该说也是值得大家期待 蓝方选手 一位来自泰拳界的自由搏击的高手 十二胜三负 八次KO对手 这样的战绩 大多数都是KO对手获胜 可见其暴力男孩的这个绰号 不是白叫的 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在这条通往成功的道路上 他已经孤独的走了很久 他需要这样的大赛 他需要更强的对手来证明自己 掌声有请中国双翔炮 胡亚飞 厂商裁判牛曹旺比赛现在开始 来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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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B组小组 循环赛的这个是第二场比赛 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的胡亚飞 蓝方选手来自摩尔多瓦的斯坦尼斯拉夫 好 这个摩尔多瓦是位于东欧内陆的一个小国 这个摩尔多瓦就是源自一个猎犬的一个名字 用猎犬的名字来命名 好 再谈到这位斯坦尼斯拉夫 这个他是有来头的 他是他们这个摩尔多瓦的特警 负责他们国家的反恐任务的 所以他是身怀绝技的 哇 就看他的战绩 就觉得真的是实力非凡 他的职业生涯仅有三次就是输的比赛的记录 是 而且今天是一小打大 他是65公斤来打胡亚飞的 那他的个儿在他们的国家里面也是特小的 但是他习惯了都是一小打大 他身高是一米六六 胡亚飞身高一米七四 那个斯坦尼斯拉夫他的一个优点就是进攻流畅 然后重心稳定 那胡亚飞的特点就是喜欢的出这个冷招高腿 那现在刚刚出了个低扫梯 就被这个斯坦尼斯拉夫给接腿了 斯坦尼斯拉夫的接腿拨腿是很厉害的 赛前蔡老师有没有采访到斯坦尼斯拉夫 就是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的话 他对待这次的比赛状态还是非常放松的 是 然后这个在台下他的教练是安娜头 而这个高个儿的刺青男 他的声音跟波音源一样 这个语速好快没有停过的 我不知道他的一个队员能不能听得到 这个声音很小 是 那完全不停的 有点自言自语的意思了 是 但是呢他队员其实非常的稳的 胡亚飞是武林峰的一名老将了 去年也参加了搏击世界杯的比赛 哇 当时是和杨卓古拉斌还有谢尔盖 他们在一个组当中 其实去年他的表现也不错 就无奈对手都太强了 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神来一腿的KO逆转 相当漂亮 然后今年比赛呢 他也曾经对上了新当 三回哥打下来是胡亚飞获胜 不过这个内容还是需要加强一下 就是胡亚飞的攻势 还有他重心的一个控制都不是特别理想 那今天对上比较个儿小的斯坦尼拉夫 那我希望胡亚飞能够打稳一点 对 好还有十秒 小组循环赛的就是第一轮的比赛 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可以集三分 负的话是集一分 胡亚飞其实还是挺执着的 在武林峰打了这么多年 去年的无缘世界杯 所以今年又卷土重来 他个人觉得是状态调整的还不错 对 看一下下批 这个腿啊 巨大很高 好 OK Chem Xiao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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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 那这个胡亚飞 我是给他建议就是他缺臂防守之外呢 不要对手一出动作就身体缩起来 有这种感觉 你要主动去化解或破坏对方的攻势 打得稳一点 不错 但是对手反击太快了 对手这个小一个接腿就 开始了 这个 这个蓝方开始发功了 要注意一下 对 进入到第二回合 马上感觉节奏就不一样了 尤其这个斯坦尼斯拉夫 喜欢接腿拨腿 对于善于腿法的胡亚飞来说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是 下批 基本上在武林峰擂台 还没有看到下批 有一个击倒的画面出现吧 是的 没有 这后手 对方的手虽然不长 但是好像有打到了胡亚飞 胡亚飞要注意一下 这个不要随便的起腿 因为对方是很能接腿的 哦 这个组合不错 你看胡亚飞要推对方 对方的重心就放得很稳 对 按照规则的话 可以有五分钟的休息调整的时间 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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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好比赛继续 那胡亚飞就是喜欢出冷招 那遇到这种报价好的 就有时候找不到这个一击必杀的机会 就很可惜 对 对 今天斯坦尼斯拉夫小个儿 但是他防守很严密 好 胡亚飞吃他 你要用自己的体型优势吃他对 推他 不要推 注意刚要被接腿了 推 推 要有进攻 对 这个招 太大了 太急了 这个胡亚飞还是不够稳 再来进攻 再来啊 不要停 对 已经挤到了这个维生角的时候 就要展开 他事实平衡继续进攻 对 因为他没有滑倒 滑倒就不能攻击 有时候这个运动员啊 这个二次启动能力要很快 你看到机会就要跟过去了 是 你看胡亚飞踢人 结果自己摔倒了 自己给自己弹回来了 对 是重心的问题 这个在过去的比赛 胡亚飞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好 还有10秒 所以我们要求会稍微高一点点 对 是重心的问题 也是一个对照啦 你看对方小个儿的 但是他没倒 再来 好 好 第三回合 是 话说胡亚飞最近用拳头跟手指啊 来做这个俯卧撑 那苦练之后啊 其实拳法的威力应该会大增才对 今天还没有很明显的发现 对 你要相信自己训练的成果 双倍屁 再来 漂亮 这个斯坦尼斯达夫的组合拳很快 又快又重 漂亮 接着继续 对 吃它 不要等 要迅速的 这跟这个在篮下抢篮板一样 吃 吃你 对 退 有 再来 正灯 但我认为这个胡亚飞正灯啊 常常会登 登完自己会往后退 所以起起法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胡亚飞正灯的习惯是上半身会往后的 所以踢完他自己就往后了 变成没有这个压迫性的效果 那所以回头他自己还要再调整一下 对 他这个方法是可以把对手登开 但是你也往后退了 但是你也往后退了 再来 你看这个胡亚飞处理对手的拳就是去臂 可以多一点手法 都是后续可以再增加的地方 还有 刚刚胡亚飞两三次的这个习惯 对手一出腿他的手就放下来了 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可以放一只手但是不要放两只手 这是接腿的习惯 刚才台下的这个教练也都说不要灯了 你的灯会把你自己灯走而已 对 好比赛继续 好推完进攻 哎呀怎么推完等对手进攻了 注意一下咯 提醒一次了双手的骨颈提膝 进攻进攻压迫 好 哇 小薛 踢了一腿结果被对方给压回来 嗯 好 OK 这边阵框还是非常的焦灼 对 噢 咯 这很痛的 吹 吹 去完进攻 今天胡亚飞的有一些进攻是 有那么一点点的迟疑 是 没办法非常的流畅 这在他上一场跟新当打那场比赛也是一样 就是有效的攻势不多 被勾倒了 继续 时间应该剩下不多了 再来 好 十秒 今天很可惜 胡亚飞的重拳好像没有发挥到 再来 这个打的真的是也难分难解 最终谁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获胜的话是集三分 负的话集一分 再看一下 被接腰腿又被打到一拳 这亏大了 漂亮 漂亮 接下来 快点 编号 dich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平局加赛一局 Round four Round four last round Round four last round 大路由于 已不够 可以吗 票 不够 反正 的 也可以吗 很有意思 分齐平 对 每一个裁判都不一样 这个所有才有三个裁判 用各个角度来看 对 怎么了 直接到了 OK吗 虚惊一场 虚惊一场 好 马上开始两位的加赛局 是 好 第四回合 是 那对双方的体力都是一个考验 对 胡亚飞 推完之后呢 有没有进攻 到 你押忍 好 对 对 胡亚飞继续压迫 没错 继续压迫 往前 不要退 对 继续 在西装之前被打了好几拳 Con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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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双手固执 第一次 继续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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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亏啊 顾紧被警告 而且同时又挨了好几拳 哦 哇 这拳 哇 这个小钢炮啊 发威了 有时候遇到这种特殊职业背景的运动员 特别难缠 对 倒 倒 Con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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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这个 OK Fight 各自得到了我们这个场台位一次的提示 可以看到这个胡亚飞今天的拳没有对手中啊 你回去加强一下漂亮 哦 这个摔好重啊 故意重重的压在地上 这胡亚飞很有技巧 一个重压 哇 这一腿空了 是 再来再摔 有 这个我们蓝方被胡亚飞摔了两次哦 哦 体力应该有下滑一点 对 哦 可是这个拳还是很准很硬啊 哦 西法 所以胡亚飞还是等的有一点点多了 对 但也不错啊 两根斗志都非常的高昂 哇 胡亚飞在第四回合其实也表现得相当精彩 对 对 对 哎 西齐 倒 剩下25秒了哦 再来 两个人都有一些累了 再来进攻 好 10秒 再来 倒 好 好 这个难题即将留给裁判咯 倒 留给裁判了 其实打了四局 两位首先我觉得体能方面还是可以的 是可以 然后再看一下慢放啊 有效击重 这个关键在于有效的击重 对 对 好的 好 在公布结果之前我建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想起热情的掌声送给两位选手好吗 好 其实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了武林峰搏击世界杯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一种精神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最后一局 加赛局 加赛局的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9 比10 2号裁判 9 比10 比10 3号裁判 9 比10 比10 比赛结果 蓝 方上 5 屁股 1 1 1 2 4 2 1 2 2 感谢双响炮霍亚飞 双方打满了四局 应该说给我们现场 以及电视间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呈现了一场 搏击世界杯开赛以来 最为精彩的比赛之一 非常非常的难得 其实刚才霍亚飞 尽管输掉了这场比赛 但是我相信 很多人依然会感到非常的欣慰 因为两位老选手 武林峰搏击世界杯的老选手 通过这两年的比赛 我们大家看到 我们中国运动员 在这个擂台上的进步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谢谢 大家呈现的是搏击世界杯 B组和C组的首场的这种较量 另外我们的中国队长傅高峰 过一会儿就要出场 和美国的威廉乔佩进行二番战 接下来是一场 女子56公斤级的超级战 这场比赛呢 非常大的看点 因为是二番战 蓝方选手 一位从综合格斗转为自由搏击的选手 一位女孩子啊 因为热爱 所以一直执着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西班牙的 Claudia 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博军俱俱乐部 因为2018年 惊艳了这个擂台 所以才喜提奇迹女孩这个绰号 一起来认识她 掌声有请中国奇迹女孩 李明蕊 Fighting Autogram 场上裁判李锐比赛现在开始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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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这是今天两位辣妹的二番战 去年是在8月4号两根对决 三局下来李明蕊获胜 一开局就有效果了 我们的克劳迪亚鼻子都受伤了 李明蕊 今天这个输出太厉害了 李小胖太厉害了 老模女孩 没错 此前的比赛呢 李明蕊是为什么叫奇迹女孩 因为他屡屡在擂台上创造奇迹 已经有了十连胜的这样的一个战绩 是 然后这位克劳迪亚都在泰国训练 之前转型MMA的首秀 手就给打断了 现在是伤后恢复 来到武林峰的擂台 第一回合没多久 鼻子被我们的李明蕊给打伤了 哎呀 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克劳迪亚已经没办法呼吸了 哦 又回首也叫 是 这个是他的教练吗 不是 不是 在这个 泰国老虎俱乐部的队友 刚刚被揍过了 这个刚刚那个巴西老已经在我们录制过程被揍过一遍了 好 好 再来 继续 那这克劳迪亚是这两年都拿到老虎俱乐部的全额赞助 而是他们俱乐部栽培的一个新秀 不过抵不过我们李小胖的重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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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比第一次还惨 第一次可以打完三维合 棒 不知道今天克劳迪亚能不能打完三维合 因为有了一番战 对对手会有一个了解 是 所以呢 肯定会研究啊 这个二番战怎么打 那其实李明瑞对这次的备战啊 他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是压迫式的打进去 然后李明瑞其实最欣赏的是这个纳虚穿天心的爆发力跟擂台上的一些精神 嗯 哦 今天这个李小胖 哦 这个女子队员里面啊少有的重炮 对 这可以说是我们公演力的接班人 这两位运动员其实都是从小级别升上来了 因为他们觉得打重一点的级别 比较能够发挥他们的力量的优势 那看起来这个目前李明瑞身重的这个选择是蛮成功的 嗯 好还有十秒 哦 这个后手拳好准啊 走 哇 就一般来说这个李明瑞的后手拳会比前手拳来得准 嗯 所以要看住李明瑞的后手拳不然就麻烦了 对 果然像李明瑞自己所说的哈 每一个胖子都是潜力果 是 每一场比赛都能够看到李明瑞的进步 对 后手 后手贯穿力太大 大家在看比赛的同时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 更多精美礼品现金红包等你来抢 能够搭一摇的方式参与的方式参与节目 撤得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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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忍得忍得忍稿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刚才海燕老师提到巴西人台下的 他过去就是威廉·乔佩的对手 威廉·乔佩带回对阵我们的这个风高峰 对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大家会看到他们两位的比赛 那我们翼龙也在台下受了伤 只能在台下看 对 李明蕊好凶 走 我不知道这个Claudia还能够扛多久 这个李明蕊以后很难挑对手 太凶了 太厉害了 是 今天全腿膝都发挥得很好 其实在这个去年两个一番战里面 李明蕊有双飞滴还有飞膝都出来了 今天还没用 接腿后的重击 再来 南方Claudia摇闪 但是对李明蕊说没有用 继续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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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这个连续动作漂亮 李明蕊稍微调整一下他自己的体力 对 而且李明蕊自带音效 特别的威猛 这种连续的输出之后是需要一个短暂的调整的 因为太耗体力 李明蕊拳真的是很重 继续 换那个角度 调整一下 漂亮 李明蕊已经开始注意了 脚下知道怎么去踩到对方前脚的外侧 抢那个位置 漂亮 再来 可是那个克劳迪亚真的是非常的顽强 对 那看起来我们李明蕊的每一周的这个大力量训练 还有这个爆发力训练是蛮够的 对 所以能够打败这个块头比较大的克劳迪亚 所以看到李明蕊也能对于来腿就把他拨掉 后拳的迎击 好 漂亮 好 十秒 这个李明蕊组合 继续 再来 走 好 哇 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老看武林峰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个6 参与红蓝阵营竞猜 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 帮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 其实李明蕊也蛮鼓励我们的小孩子都应该去练一下拳 能够保护自己 对 他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好 站住 好 站住 几次 几次 好 第三回合的比賽 你看李明蕊很放鬆 對 看李明蕊發揮了 這個後手真的好準啊 這個旋風是360 太漂亮的身法 現在我們的克勞迪亞跟李明蕊打這個肉搏戰 而且用一些比較怪異的腿法來對付李明蕊 這個克勞迪亞的這個萬兔直拳應該早就該用了 她用的太少了 因為她有臂展的優勢 對 她就是都沒有用正燈跟她的拳法來控制距離 到目前為止都是在這個李明蕊最喜歡的距離裡面 所以李明蕊其實最擔心就遇到會控制的 李明蕊最不喜歡被控制的就沒辦法打 是 所以今天遇到克勞迪亞 你看李明蕊她就很放鬆 因為是她比較喜歡的一個距離 對 對 等克勞迪亞想調整也不太好調整 對 她也完全沒辦法控制李明蕊 所以就是李明蕊打得很開心 對 再來有 走 這克勞迪亞太能扛了 對 走 走 扛 其實這鼻子很痛 被打成這樣 有些克勞迪亞鼻子那麼挺 请啊 继续 好 要做一些摇闪保护一下自己的脸 好 现在克劳迪亚被打到有感觉了 开始用手臂来挡李明瑞的拳了 继续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对 好 没问题 是 克劳迪亚也让人挺敬佩的 就是一直被李明瑞这样压制的打的情况能够扛到现在 李明瑞想去终结他好像也没那么容易 对的 打到自己都会累了 对 你看李明瑞一直在呼吸啊 打人是很累的 好 最后十秒 快点 再来 哇 真的有点大手摧花 但是不得不佩服这个克劳迪亚的强悍 李明瑞遇到这样的对手 他也没办法 就是我也很努力的再去打 但是你太能扛了 我想终结也就打到我自己累啊 是 就是运动员的一个精神跟毅力 很佩服 好 好 好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 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 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三十 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好 放上 我们祝贺李明瑞 也感谢克罗蒂亚 也感谢克罗蒂亚 好 再次祝贺 感谢颁奖嘉宾 好 谢谢 好 祝贺 祝贺李明瑞 小胖 好样的啊 这场的结果一公布 那 小胖李明瑞 完成了十一连胜 十一连胜 亲爱的朋友们 这个在女子组里面呢 不敢说前无古人 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罕见了 再一次掌声送给李明瑞 但是刚才毕竟是一场女子组的比赛 两位可爱的姑娘 每一拳 打在她们的身上 就腾在我们的心上 我需要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来 横南卫视为您现场直播的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接下来进入到2019 武林峰搏击世界杯C组的第一场较量当中 我们先来认识蓝方选手 蓝方选手 他是泰国搏击界最当红的选手之一 2018年泰国泰拳的最佳拳手 伦平尼138磅 金腰带的拥有者 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一生有请 来自泰国的大碗赛 是 同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 能够走上武林峰搏击世界杯的略台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荣光 接下来的这一位呢 显然是实力大于名气 也许会创造惊喜 掌声有请 中国 张 文 上 请你 场上裁判马涛 比赛现在开始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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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观众朋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峰 这场比赛是国际世界杯C组小组一赛 第一轮比赛的第一场比赛 同方选手是张文胜 来自深圳胜利人格俱乐部 蓝芳选手是来自泰国的达腕猜 好 这是武林峰达腕猜的首秀 然后也是很多泰国全迷关注的一场比赛 这是他们的国宝达腕猜第一次出国比赛 对 因为就在刚刚六月份 泰国媒体评选了泰国最佳选手 共有十位选手入围 其中就有达腕猜 那就在两天前结果出炉 达腕猜斩破了此项文律 他是八岁练拳 是四岁开始打文匹名 2015年到了PGA上台全馆 2017年拿到126磅的金销带 然后2018就获得这个奖项 泰国最佳选合奖 身亚160胜 在WBC63公斤级是排名第一 但是今天打的是67公斤 而且是自由搏击的规则 我们这位红方选手张文胜 其实可能武林峰的很多 全部朋友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他是被称为是出道季巅峰 他是来自咱们荷兰双丘 江湖人称双刀客 就是他可以左右开工 正价行反价也行 好 好 好 江湖在一起了 但这场比赛对于张文胜来讲 因为他赛前成功超重 所以按照我们搏击世界杯的规则 在循环赛当中如果超重的话 要KO或者是TKO 你才能够赢得这场比赛 好 再次抵挡 张文胜就是可以正价也可以反价 而且习惯绕到你背后进行攻击 这是张文胜厉害的地方 但是张文胜的短板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常常会打到这个平局 然后加实赛 今天面对达文猜 达文猜身体还160胜 太强了 对 其实张文胜也表示在他们这个组当中 达文猜对他来讲 也是最大的威胁 是 看达文猜那个左高扫 好凶 好凶 再介绍一下达文猜是被国外媒体 认为是一个全伤超高的一个选手 他有一些特点 就是第一个步伐很能跑 最小重体的还有一个正灯 正灯的力量超大 一个步伐好一个正灯 再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 后腿的扫踢 但是呢过去其实达文猜这个头部防守不好是他短板 都是被他的丰富的这个比赛的经验给掩盖了 看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张文胜能不能找到这个短板 比赛结束 其实这个比赛我觉得对于张文胜来讲他应该压力挺大的 因为超重的原因 首先你或者KKO才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嘛 打晚猜是在武林峰的首秀 哦 郑重 但是我觉得他发挥还是不错的 是 OK 天笑 晨跳 蛤蟆 好 双方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赛 好 我们再仔细说一下 这个达文猜的短板就是接腿的时候 他是双手放下来接 这个就比较危险 而且他打前手跟掉后手 现在就要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洞了 对 看张文胜能不能找到 张文胜全是不错的 好 分开 打完猜就搂爆了 好 现在我们的张文胜 环绕部想绕到我们的接腿 绕不过去啊 你要绕到这个打完猜的背够太难了 他会防守 走 张文胜绕到一半都被堵住了 快 感觉上我们这个打完猜非常的淡定 非常有自信 对 即便他是小级别的 他对自由这个国籍规则不太熟 但是跟他打得很沉稳 是 好 刚才要做一个打猜 漂亮 这个回法不太习惯接不到 其实今天我们的打完猜的前腿没有用 他前腿是很快的 前腿跟前手拳 今天我们打完猜主要打中级 所以他用他的后脚的扫踢 走 你看瞬间就抱住 然后就看看 控制你一下 但是裁判一样看到 好 警告一次 今天他会打完猜1 一直ją 好 健康 嘗 翻 打完猜 找机会 找距离 然后打完猜还有个法宝 他习惯在最后一个第三回合抢工 再有一个好印象 因为打完猜的减手率是很低 尤其他升上来67公斤,KO率更低,所以他一定是靠打分的 好,分开 那相对的,今天张文胜超重,你要拿出你的表现 不能像过去打四回合就没有用了 对 继续,好,我们的循环赛呢,几分至,获胜的运动员集三分,四个花金一分 第二回合又过去了 达湾猜的这个腿太重了,达湾猜进去不太容易 一进声又被爆 好,好 其实第二回合稍微的节奏有慢了一点 是,就好像他都是在寻找这个机会 因为达湾猜在控制,控制张文胜的这个距离 好,50 五个月 五个月 累積 起来 松阪 女士 合约 进步 不 我 小分 lic 好了 快 你先走 你先走 不要等他 张文胜 不要犹豫了 不然就没机会了 其实你看这个蓝帮的蓝牌 这个起腿真的太重了 这个腿 被踢到很痛 这个是达万胜赖以愁名的一个腿 是 铁腿 现在你看这个 张文胜的手臂都肿了 张文胜的重拳 又还没有办法有效击重达万胜 达万胜的距离控制太好了 对 手拿好 把它压到边上 压不进去 这个教练说压到边上 你要看我们这个 打完猜那只腿 要不要让你压 而且就算你压到了他立刻抱你 是 又抱了 走走走 这几乎啊 就几乎啊 就算你打到一拳也没有打到第二拳的机会 好 他又抱在一起 对 真的是达万胜经验非常的丰富 是 虽然达万胜可能没有KO的能力 但是呢他拼了他的控场能力 可以拿下这场比赛 的 选手 选手 对 三個的達腕猜這種打法真的非常的穩,而且有省力 對手其實沒有辦法放膽去連續進攻,因為永遠有一隻腿在那邊,準備掃了 這就是外國媒體稱讚達腕猜的全傷,在擂台上的智商超高的 這個打到一拳,第二拳跟不上 對 很可惜,繼續 那你就看打腕猜他在控制,他的調整,所以你就是沒辦法 對 他要幾秒,要么沒機會,要么有機會被抱住 對 超有力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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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对我的认识 是从2015年开始 那年的我 不光拿下了 12战11次KO的战绩 很因为傻蛋的形象 和一根筋的打法风格 在观看 我还会将这个风格继续下去 今天提下了拳好久啊 这拳也都对了 上一次和戴维西亚的比赛 我是零微臭命 从街道通知到降众 再到比赛 一共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消耗 所以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消耗 导致溜掉了生命 今晚是我俩的二番战 也是我参加国际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这一次我要赢 掌声有请 中国 吉 夏 中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夏 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因为临时接到的这个任务 当时是因为谢雷受伤了 替补谢雷出战 所以说准备的时间非常的短 没有展现出来自己的一个很好的状态 对 而且他说这个戴维系 在第二回合偷偷换成反架 让他措手不及 乱了阵脚 那这一次呢 吉祥就是提前20天降重了 他说这次你都陪着谢雷一起训练 状况很好 然后他赌气的说 我这次就站在他面前 看那个戴维系 能不能把我贼啊 吉祥也是最借博击世界杯 在他这个组当中 大家认为出现最有希望的 我们中方的选手 是 其实吉祥有很多 我们大家观众会意料之外的另外一面 因为有日本选手跟他打过啊 就对他评价说 这个家伙诡计多段 用诡计多段形容吉祥 就好像用这个词来形容他 应该很多人就 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因为吉祥状况好的时候啊 他变化很多的 因为吉祥一直 一直对我们的感觉是那种 比较呆萌的嘛 对 他也有争议头脑 他办了俱乐部 之后呢 最近两年都在他们家乡办比赛 自己会办比赛啊 而且他也希望能把这个武林风带进他们的想象 和关公顾理 然后也希望当地企业能够去找他 的确是轨迹多端啊 无论是在擂台上还是在这个擂台下 对 他有想法 对 有想法 好 回到手上来 看一下戴维西亚 戴维西亚在国际世界杯里面 2015年跟马克希姆打过 就是由戴维西亚获胜 他18岁的时候也跟这个布莱德 在E-Fusion大战三分合 他说最后布莱德获胜 他说当时我年纪小 所以被欺负了 现在我长大了 要找这个布莱德要算账 好 场上越来越烈了 没有体力了 吉祥其实遇到了戴维西亚的麻烦 就是戴维西亚的体力太好 输出不断 这也正是吉祥 不能说全部的比赛都这样 有一些时候这个体力是他的一个小短板 对 他的体力呢就是受限于这个赛前的降重 就是战重降快了 他就整晚都没马去虚拖 对 对 降重也是吉祥一大头疼的问题 对 那体质的问题没办法 是 所以他说这一次世界被打完之后 他要升到70公斤来打 就把这个降重这个痛苦减小一些 是 好 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了 赛前吉祥还是对自己信心满满的 对 但是通过第一回合的交手来看 戴维西亚还没有那么好对付 是 不好对付 他的输出非常多 不会中断 但是以这个全腿的输出的效率而言 还是以这个 每一点是布莱德是四股不来得 好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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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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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了 players הח进一阵 几乎 coffee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是 also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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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节奏很快的 不就是 快走 快 går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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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麗的攻擊 壞麗的攻擊 前往中 搶他 戴維現在是正駕 剛剛已經偷換成反駕了 不知道吉祥有沒有注意到 西房 開始 所以只要盯 antagon對手正駕反駕 相信吉祥跟給與輝 他說上次第二回合騙了我 走 加油 今天可以看到吉祥有個小小技巧 小吸法一直用 偷偷地起 但是要注意一下 膝蓋不要撞到對方的膝蓋 那兩根都會受不了 這個戴維西亞的上勾拳 戴維西亞用手肘頂了一下吉祥這個小技巧 現在兩位一直都是這種近距離的對抗 剛才看到戴維西亞的二次進攻 而且換了架 現在又換回來 前手點兩拳 輕的後腳是重的 輕重的分得很清楚 剛才吉祥還了一拳 對手給了三拳 對 這個裁判燕馬 因為雙方一直換位子 也不不轉睛的盯著 現在戴維西亞的肝打好重 而且每一次進攻都有變化 現在吉祥雖然跟著對方 但其實呢 吉祥是被對方牽著走 对 这个直霞严路跟着我们的戴维西亚这样跑 可不可以把体力消耗掉呢 因为戴维西亚可以这样打四个我不用休息的 你看这个戴维西亚的二次进攻 这个戴维西亚的小西装 各位观众可以再看一下有时候摄影机没带到 这个小西装其实是蛮有威力的 可能也是戴维西亚最近开发的新装 这个西法可能是西法造成了一些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的医务监督要来处理一下 这个戴维西亚的西法是很毒的很出名的 过去羊主也差点了 都擦过去而已还要没救 今天吉祥比较不小心 对 其实可以借此时间吉祥冷静一下 也休息调整一下 通常在接受医生治疗的时候冷静不了 他内心会很急 一边是担心一边是急 不能着急 那反倒是这个对手很急 急着想冲过去解决对方 好 时间到 来看一下慢方 好 大家在观看比赛的同时 可以通过手机摇摇的方式 参与节目互动 更多精美礼品现金红包等你来抢 好 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合 带维西亚的西法是比较威力的 哇 巨量的攻拳 第三个攻拳 哦 接下来 带维西亚速度平衡 吉祥猛攻 杀 这位打的是杀 打三丑 箱子 要 Tauchu V 因为戴维西亚 左边走走右边晃晃 带维系的这个躯臂把门关起来 带维系的这个躯臂把门关起来 鸡女要扫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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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维系啊 这边的这个后白踢 背腿啊 这个吉祥都没看到 鸡女要扫头啊 鸡女要扫头啊 这个吉祥啊 应该很有感觉的 鸡女要扫头啊 吉祥就是凭着他的毅力 一直往前推 对 走 走 看 看 哇 吉祥还是要让医生来处理一下 所以你看吉祥还是那么的执着 一直虽然就像刚才老师讲的 虽然我一直在逼近 可是我逼进去之后我的招数使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想想转变一下 我不再这样跟 因为对方太灵活了 这个其实是对方诡计多多 今天吉祥只能选择硬拼了 要止局打开动 对 那样 你要把对手推到角落 逼到角落也很难 对 对 在这场比赛里面 好像没有一次吉祥能够成功把对手逼到角落 是 好 比赛继续继续 你看他对手跟霓丘一样 也是个会还手的霓丘 所以也很难 觉得很麻烦 可以 对手 对手的几打 幸好是吉祥太能扛了 現在我們的戴維西亞體力還是非常的足 對 那因為這個戴維西亞她不是固定的沙發 她太會跑所以其實吉祥非常容易 對 其實這樣下來的話吉祥會更累 反倒戴維西亞會輕鬆一點點 戴維西亞也知道吉祥想跟她換拳 有機會 跑掉 關廁所 關了三秒鐘 對 關不死她 再來 又逼到角落了 吉祥又擊關了 加油 又跑了 真的很難壓得住 十秒 對手太靈活了 又靈活 而且反擊又兇 所以非常難處理 讚 然後 再二十秒鐘 對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现在拿到了三分 吉祥及一分 这两位已经是二番战了 也许 也许在 搏击世界杯 两位还会有缘再见面 还会有缘再碰到一起 因为搏击世界杯 面前他们都有 很长的路要走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那接下来呢 中国队长傅高峰 与美国威廉乔佩的二番战 别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继续回来 河南卫视为您现场直播的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那今天为大家呈现的是搏击世界杯 B组和C组的首轮的较量 马上一场比赛 大家都在期待 都在等待 那这场比赛呢 是79公斤的超级战 感觉啊 不太像是一场对抗赛 更像是两位对手 在完成一场对自己的挑战 蓝方选手呢 他面对的是曾经战胜过自己的老对手 那这种心理的扛压能力得强 尽管曾经走上过武林峰的擂台 但是我还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来自美国的这位选手 MMA与自由搏击的双修选手啊 今年29岁 身高1米95 当前的战绩 52胜23负一平 掌声有请 来自美国的 威廉 赵培 赵培 来自天津阿福博军俱乐部 无论是擂台上的冲锋 还是倒地后的战起 他都代表了一种搏击的力量和精神 他是中国队长 喝茶容易 拿起 放下 品茶不易 冲泡 等待 千人同茶不同味 千人同镜不同心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也能体会到 他带给我的不同味道 三场比赛 用时237秒 从前的我 总想着把步子走得再快些 生怕落在别人心后 冷水泡茶 五味至极 不会抽时间去改变自己 追求力量 一味地寻求快速终结对手 从而忽略了自己的缺点 直到有一天 我倒在了擂台上 时间 法复在我倒下去的那一刹那 停止 我 错了吗 我决定 慢下来 放下内心的交道 我决定 打开更宽广的心境 激发我对自由搏击的本真 与初心 我远赴欧洲 取人之所长 补脊之所短 享受自己进步的过程 过程是品茶的精髓所在 也是人生的精髓所在 在建设了世界的缤纷之后 放下浮躁 静听茶开的声音 细品搏击的真谛 做最强的自己 掌声有请中国队长 冯高峰 冯高峰 我要表现 重力套大 我还未必有 这道理 就是 不排练 冯高峰 在这道艺女caster 有意识人 不排练 厂上裁判 李锐 比赛 现在开始 两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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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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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zey 杨茜茜 杨茜茜 因为经过了几场比赛之后 有失败的时候 大家对他的争议也比较多 所以他到泰国训练过 然后又到欧洲去训练 因为泰国训练的成果 他老板不满意 所以他就是给他送到格鲁吉亚 目前跟这个场上这位教练 格鲁吉亚他们建立了深度的活动计划 未来会有长期都会有格鲁吉亚的助教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 1分02秒 同方PKO对手 比赛结果 不过交换 就不过交换 下次愿意 没得了 不过交换 小瓶 就不过交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方选手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 武林峰新秀当中的佼佼者 今年是21岁 身高1米76 战绩4胜3负 两次KO对手 掌声有请中国西楚小霸王 胡赵 亚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明镜与点栏目 好 观众朋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峰 我想此刻大家可能还沉浸在刚刚中国队长不高峰那场精彩对决当中啊 好 现在场上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65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是来自白沙格斗的何正 蓝方选手来自巴西的法布里安德雷德 是 法布里在我们的武林峰打了很多场了 大明星 老熟人 是 第二位呢唯一能够跨足这个武林峰跟武林龙中队的选手 他是第二位 对 KO率也很高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当然呢他最近也常被提到 因为朱帅在日本一战成名嘛 那朱帅呢之前都KO过了法布里 对 法布里都不高兴 当时的朱帅超重了 不行 有本事来65公斤再给我打一场 但是朱帅没空理他 朱帅有他自己想挑战的对象 再回到床上来 这个法布里的拳非常的重 对 我们这位红帮选手胡正 也是这个新秀当中的佼佼者 打法也很凶悍 风格很硬朗 来自于顾辉的白沙格斗 顾辉目前也在台下 这个胡正的这个拿手好技就是S型的拳络组合 准备够得 对 然后法布里今天的拳还没开始完全发功 目前可能是六成功力 在手 在手 把握拳加腿 把握拳加腿 打握拳加腿 这法布里这个腿很快很重 对 两个换了一下拳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加抗 加抗 哇 基本上胡正都是不研究對手的 他都是場上在建招拆招啊 他現在應該已經堅持到這個法布里的全腿的重量了 哇 哇 這個法布里的拳法是越來越規範啊 這個都是苦練啊 哇 今天胡正遇上法布里 要想建招拆招估計沒有那麼容易 對 你看法布里有上勾拳有搖閃有蹊跡 不好對付 這個胡正往前壓 但是都被這個這個法布里的刺拳給擊中了 注意一下自己的鼻子 加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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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一圈加腿 倒一圈加腿 這個法布里的前手拳真的是 這個時候我們的胡正都沒有好好把它處理一下 你要把對手的拳拳處理掉 對 因為對手的這個前手拳被處理掉之后呢 然後拖動他的進攻 往後有十秒 對手拳拳 連續兩季次拳 你看已經 次拳雖然不是很用力 可是呢 打那麼多拳下來就已經有效果 對 估計這個短暫的休息的時候 胡正的教練會跟胡正講這一些 對 你不去處理這個 就是不斷的連續的對你傷害之後 其實會是一個大的傷害 對 那上一場比賽胡正對上的是澳洲的本 澳洲的本是速度慢 所以呢這個胡正可以從容地發揮他的技術 對 但是今天的法布里的拳是很快很重 所以會打得辛苦一點 是 對 好第二回合開始 那像法布里之前在武林峰打趙船林 也是第二回合就把這個趙船林的彼此給打傷了 哦 又中了 對 刺拳很準先而且開始發力了 對 哈哈 哈哈 表示無所謂 是啊 雖然胡正的力量沒有這個法布里大 但也不排除有像朱帥那種神來一拳啊 是 哇 這法布里閃得好巧 這是天生對這個拳的感覺特別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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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對付 很難對付 呀 呀 呀 而且正面對攻的時候啊幾乎 胡正不知道是沒有看到法布里的直拳還是怎麼樣 你看又中了 應該是反應慢 對 所以回去可以加強一下 對 一個加強自己的眼力一個加強自己的反應 反應 其實法布里的初次拳還是有一些動作在的有一些預兆在的 可以去抓一下 要去感覺到 是 要去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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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要去感覺到 是 要去感覺到 哇 這個法 哦 哇 這個法 哦 哇 哇 胡正要小心 小心 其實胡正也是有打中法布里 可是那個效果 法布里真的要是攻擊力太強大了 聽覺聽覺 聽覺 聽覺 繼續 哦 聽覺 聽覺 走啦 胡正起上勾拳 但是呢 我們的法布里起西 胡正起 也非常的文強啊 跟對手 拼了兩回合 走走走走 再走 往裡壓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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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啊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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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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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招 現在是 把布里稍微距一點優勢 是的 看 哇 一拳 第二拳 你看 還是沒看到 哎呦 哇 又一下 哎呦 都是沒看到了 又沒看到了 可能也不能快胡正了 真的是法布里的拳太快了啊 好 好 全場 好像 好像 慢放啊 遇到這種情況 如果看不到也躲不掉的情況之下 你就乾脆把後手打橫 放在鼻子的面前 去擋住對方的拳 你就不用擔心了 這是一個技巧 那你的這個後手一直放在下巴的話 其實鼻子都是空的 對 往裡走 不要出來 往裡走 好 啊 好 這是一個護灑 可以啊 這個很重啊 這支下給了這一蹊 但是呢 這個 這支 這個 打到不應該打的部位 可以有五分鐘的休息 這個好像沒辦法 等時間恢復的 對 我们要看一下 今天胡正打得很执着 其实也蛮辛苦的 挺艰难的一场比赛 被攻击到竞技部位 有五分钟可以休息的时间 但是医生要看 这个胡正能不能在五分钟之内 恢复这个状态 那当然胡正 目前他自己是判断 他没办法撑过这一关 他觉得这个很痛 好像没办法恢复 其实今天 这个该顾辉说 这个护当裂掉裂开了 裂开的话 第一个是要换护当 这个胡正的 他老板说没问题 但是其实胡正还是在摇头 他觉得 真的看得出 但是调整的差不多 要再调整一下 就不要着急 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 有五分钟的时间 好 比赛继续进行 其实顾辉他们俱乐部的队员就是意志力非常坚强 尤其老板说没问题打 我们这队员就是要打了 大家想看着比赛 双方队员 谁先倒下来 加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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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胡正的拼脚说加腿 这个很难的 对 太难了 只能拼起来 胡正可能能听到 但是要想加上腿 估计没有那么简单 对 你腿一加对手的拳又进来了 对 因为太快了 结局太快了 太快了 还剩下一分多周 看起来胡正已经忘记了他的一个伤痛了 全新的回到场上来跟法布里对拼 往里面走 法布里也见识到了胡正的顽强 再往里往里 再往里 继续 胡正 注意一下 用儿童去顶拳是可以的 不要让你的鼻子顶到拳 哎呀 又鼻子顶到拳了 太可惜了 建议后面可以把这个后手打 把这个鼻子完全给包起来 双方都是意志力的大考验 请观众们帮他们加油吧 这两位打得太精彩了 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没说完 您要在这家里 括往里边 走 我想坐 他很想压进去啊 你们先挨几拳 对了 这个对手的直拳 这是 五十五秒的时间 这个 最后 十秒 赶快 疯狂的进攻 再来 对 顶一波 顶住 顶住 十秒 吴正不要放松 战斗到最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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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打了一下自己 自己打了自己 你真满意啊 下去了 滅了 阿 end 坰了 波克 比赛结果 篮 放射 再次祝贺 感谢颁奖嘉宾 赛季郁 张春雨 朱帅 其勇士东渡扶桑 肩负重任 不辱使命 跌宕起伏的比赛 酣畅淋漓的胜利 中国 日本既对其对抗赛 2019年8月3号 8月10号两期联播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场荡气回肠的史诗之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 明镜与点点栏目